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整个大多伦多地区城市间的价格走势 我一共挑了4个样本分别是大多伦多市区 就是它整体的一个情况用深蓝色的线表示 其他的3个样本城市是华人比较感兴趣的 万景市 橙色线 多伦多市 紫线和密西沙加绿色的线 观察期同样是从疫情前19年的元月开始 一直到刚刚结束的24年的9月份 一个横跨5年的时间里面 就是包括了整个疫情前后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我同样把19年元月份的这个价格设置为原点 那我们首先来观察这几个城市它们的峰值 那这个峰值就是出现在22年的这个年头 那这个时候就是疫情后期这个货币宽松政策 导致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峰涨 那个时候到了白热化的状态 然后22年3月份开始启动加息 那价格开始下调 那这几个城市呢 它们的峰值呢是前后有那么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的差距 但基本上都是22年的年头 在当时呢我们看到整个大多伦多地区呢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峰 整个大多的平均房价的平均售价呢 达到了134万 那么这个值呢也是比它的这个原点 19年的1月份呢是狠狠地涨了接近80 接近八成 那么万景更是在这个平均线之上 万景几乎翻了个倍 这个涨到了156万的一个所有房产的均价 这个达到了上涨的幅度呢 达到了92% 多伦多市区本身均价124万 然后上涨了60% 密西沙加呢涨幅也不小 涨了70% 均价在122万上 至此呢我们进入了一口气10次加息 包括我们从今年6月份开始呢 就是开始掉头向下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是降了三次息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整个大多伦多地区的 这个9月份的这个均价呢 是来到了112万 那么这个值呢 比起19年的这个1月份呢 仍然保持了一个接近50%的增长 是48% 那么这个多伦多市区 其实是在这个均线之下的 111万 只保留了43%的增长 密西沙加跟这个多伦多 整个大多的步调是一样的 同时是比起它的原点呢 上涨了48% 均价105万 万景那还是好学生呢 它就是跟它的峰值是 在所有的这个城市之上一样 我们现在呢 仍然是124万的均价 然后比起19年1月份的 这个原点呢 是保持了 仍然有53%的一个涨幅 我同样需要指出呢 是说虽然这个53%是在 既在多伦多市区也在大多 整个地区的这个成绩之上 但是呢万景最近这两个月呢 8月份跟9月份呢 其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下滑 但如果是不看最后这两个月的话 如果是你看到7月份的话 那可以感觉到 其实它还是真的是保持的比较好 那么其实我看了一下万景跟列治文山 这里虽然没有显示列治文山 但其实这两个城市 它的这个线条呢 是高度重合的 有的时候万景多涨一点 有的时候万景 就是列治文山多涨一点 但步调基本上是吻合 所以如果你要是在5年的 这么观察期里面呢 看得出来这个受华人喜爱的 这几个地区呢 它的这个表现还基本上 都是在整个大多地区来讲呢 算是好学生在平均线之上 是好学生在平均线之上